一開口 純淨又嘹亮的嗓音 這群孩子來自玉山 山路各部落 首度遺師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出 吸引了上千名觀眾到場 穿著傳統服飾的原聲同聲合唱團 帶來多首經典歌曲 美妙的樂曲 讓台下觀眾也跟著節奏鼓掌伴奏 聽得如痴無罪 愛你永不喧 我愛你永不喧 音樂會同時邀請今年 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與歌手舞私愛演出 表演開始前 市長謝國良特別到後台 和樂團指揮 馬彼得校長會面 也向團員們加油打氣 所以基隆能夠邀請他們來 而且我看到今天我們基隆的 金曲獎的基隆出身的原住民歌手舞私愛 也共同的來參加 我們覺得非常棒 不像我們會辦更多的音樂會演唱會 也會邀請更多的孩子 不管是這個族群 我們都會有更多好的表演在基隆 市長邱貝林全程出席 也到後台 和原聲合唱團小朋友 來個相見歡 真的長大了 好在畫還可以如實 因為我一來就認出他們 很感動啊 它是我畫作的等於是我的模特兒一樣 然後還是一樣純真 還是一樣可愛 合唱團小朋友一半以上 都是第一次來到基隆 市政府幫小朋友們 安排了一趟基隆之旅 將走訪正面浴缸彩色屋 基隆和平島橋頭後車停 和和平島地質公園 很期待 因為都沒有來過 成立15年 16年都沒有來過 有看過海嗎 之前 之前有看過 可是沒有看過那麼大的遊艇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他們過來 最重要的是他們從來沒有來過基隆 聽說他們要來的時候他們很興奮 我們覺得基隆也難得有這麼好的表演團體 可以來到基隆 最主要是我們有原住民的活動 很希望跟原住民的活動 包括五四愛也得了金曲獎 可以合在一起 讓基隆的市民有不一樣的感受 這群孩子在部落裡面是 大概都是來自於比較弱勢的家庭 其實我們是照顧他們的生活 照顧他們的教育 那對我們來講 合唱只是一個教育方法 不是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真正的目的還是希望透過教育 讓教育有機會翻轉他們的未來 這場音樂會是基隆有史以來 最大的原民音樂盛典 聖副邀請了基隆弱勢孩童 阿美族民眾與購票做公園的民眾 共同享受美好的音樂饗宴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阿美族民眾與購票